你好,欢迎收看11月2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,我是陈彦汝 在9月18号发生地震灾害,造成连接他乡镇的运输阻碍 而公路部分,轮天大桥,玉厂大桥,以及高辽大桥等桥梁断裂 而铁路运输受阻,需搭乘接驳车接驳 日理分局在此呼吁提醒民众改道通行 预先引力出交通洞线,提前出门,并且避开建峰时段 选举在即,即将在26号举行 而选举是宪法所赋予我国公民的基本权,也是民意的展现 因此每四年的大选之日将有许多手头族群,外地工作民众 一厢学子都会返乡参与盛况,并且投下自己宝贵的一票 不过有鉴于在9月18号发生地震灾害,造成连接他乡镇运输阻碍 玉厘分局在此呼吁提醒民众必须要做改道 本分局所辖南旭三乡镇,因受918地震影响 造成高辽、玉厂以及轮天等大桥中断 因此需要返乡投票的村民,南边的部分可以经由副里进入民意大桥 至轮天、古峰或者是长梁社区来做投票 那北边要进入热河、观音或春日等部落的居民 可以经由玉以大桥接193县道,或是经由瑞税厢再次接入193县 那另外,玉里到副里阶段的铁路目前仍是中断抢修中 因此必须应用接驳车 本分局在此呼吁各位返乡投票村民,及早规划交通动线 避免造成路上车辆拥塞,造成交通失 玉本局针对投票当天的交通动线秉持期前规划 选举当日巡逻维护,以民为主期许交通顺畅无阻 最后投票日有担负投开票所的同仁 因秉持公平公正执法的态度,严格管制人员进出 禁止投开票所周边的30公尺内宣让 以让整个玉务工作圆满顺利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道